我們現在呢,先來測試一下風明器會不會叫 確認硬體有沒有問題 那因為這個風明器其實蠻小的 所以你應該知道它沒有什麼低音 低音的部分它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先找這裡 這個我們就先丟掉了吧 可以了嗎? 你自己想保留你就把它 就把它儲存起來 那其他的我就先丟掉 丟掉丟掉 好,只保留這兩個 那我現在,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風明器 對不對? NOT都有了 風明器,來 那我就要問一下大家囉 請問風明器在哪個類別裡面呢? 它不是發光的 它是在什麼?輸入輸出裡面 對,它只是發出聲音 所以就是在輸入輸出 是不是找到風明器了? 好,一樣的 這個第一顆就是我們的腳位 你要先告訴它 我們剛剛是放在TRS 就是03 3這個腳位 所以腳位先確定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控制它 有了硬體的腳位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 跟風明器有關了 還是都在這個類別裡面 那 Webduno這個風明器你要播放 有一個要注意 一定要先用第二個積木 就是這個積木你要先丟出來 才可以播放給它那個音符 你如果說我沒有用這個 我直接說你就幫我播這個音樂 這樣不行 它沒有辦法播出聲音 所以一定要放在這個裡面 丟進來 它有幾個內建的 你看這裡有內建的音樂 也有像這樣抖了一邊 要收到吸 也可以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執行看看 你就這樣丟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 欸我知道老師要拍照 所以我放大雨 這樣OK嗎 好好好 來 那我們就執行看看 看有沒有聽到聲音 這樣有聽到的對不對 所以你先實驗一下 確認風明器有沒有壞掉 嗯 我必須跟老師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外面買這些風明器 它的損壞率真的很高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來的那個 我買回來 其實大概 以前我買過一次很誇張 大概一半以上是壞的 買回來就是壞的 欸所以像我現在上課 我都會多買大概一半 以防換一 那我們這個風明器呢 它沒有辦法調音量 也就是它 你現在拿到多大聲 就是這麼大聲 欸就很討厭 好 那所以說 你先試看看 你先試一下 確認它能不能正常運作 你是買到白的 可以不可以 好 那老師稍微測試過之後 大概知道說 它的音量還有就是有沒有聲音的 嘛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要怎麼讓它發出聲音來 你先看這裡 它發出聲音有幾個方式 但是你要先認識一下 首先 最單純的一個音一個音量就是像這樣子 那前面這個應該大家沒問題 就是Do,Re,Mi,Ba,So,La,Si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 Do,Re,Mi,Ba 然後C,S就是聲 那個聲Do 就是聲半音 好那後面重點在這裡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個是音階 我們鋼琴鍵上不是有黑鍵、白鍵嗎 對不對 那比較左邊的 就是比較低音的 就是我們現在一二三這樣 那我給你看一下 Webduno 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在一些工具 一些元件上 你如果按滑鼠的右鍵 會有一個小工具 有些有,有些沒有 那像這個聲音就有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你就會看到鍵盤 有沒有看到鍵盤 有沒有看到鍵盤 這裡就有 所以它的一指的就是這裡 有沒有比較靠左邊 音比較低 這是二三四 所以它的這個鋼琴 有六個七個音階 所以五六七是比較高的 這樣了解了嗎 那因為我們這個風鳴器說真的 蠻小顆的 所以原則上你大概 一二三四應該是 沒有用 就算有 你可能只聽到 啵啵啵啵而已 這個大概就效果比較差 那你五六七這裡 比較會聽得到聲音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您看到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 然後後面是節奏 因為老師上過音樂課 你應該就知道 我們有什麼 四分音符 二分音符 全音符 或八分音符 那這個數字呢 代表的是分五 所以八分音符是比較快 四分音符是比較慢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像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呢 你懶得 一個一個音符 這樣慢慢多 你可以像我們上面這樣寫 C6 是不是第六個音階 Do Re Mi Fa So La Si 然後下面就直接給它這個節奏 如果節奏都是八分音符 這樣你們大概了解 怎麼樣讓它發出聲音了吧 嗯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 給老師看一下 我有比較認真做的 哈哈 簡報46 47 來看看 你看 這裡 有兩個版本 我這個都用模擬系的 簡報46 我先開模擬系的版本 給老師看一下 好 哇 這個這麼大 縮小一點 我就直接把我的 這個打開齁 執行一下 我們聽看看 那個感覺吧 Gin7也是這個 這個嗎 對不對 這個也是門鈴啊 對不對 然後咧 有救護車嘛 有救護車嘛 對啊 救護車還有好幾個版本 哈哈哈哈 我有不同版本的 對不對 嘿 這裡還有其他 就不要再聽了 另外呢 上下課的終身 我不知道我們學校 成功國中現在用哪一個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是比較早期西敏寺的版本 因為這個 是比較早期西敏寺的版本 好 因為要重複兩次嘛 呵呵呵 那你看還有那個德佛雜克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有的學校用這個 有對不對 另外 還有 菇挺花的版本 哎呀 你怎麼知道現在 大家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特色 對不對 有吧 有齁 對啊 啊垃圾車呢 哈哈哈哈 台灣垃圾車 以為有兩個版本 啊 少女的祈禱 我是不知道你們家哪一個 是哪一個版本 哈哈哈哈 欸有沒有這都是 生活裡面的聲音的應用嘛 只是我比較認真 把它 弄下來而已啊 好 然後你看 有的是 For Alice 有齁 不要怪我 我沒有全部打完 哈哈哈哈 就這樣子啊 是不是可以玩 啊 純手工製作 對啊 但是重點是你要去找到樂譜啊 唉唷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剛剛去過7分嘛 那個全家的啊 欸全家也不一樣啊 全家是什麼音樂 全家是什麼音樂 我這是比較慢一點的 喔 真的嗎 有沒有 不是啊是一樣的啦 真的是一樣的 哈哈 對不對齁 你全家內心的最聲啊 然後呢 我最近因為去瑞城國小 來上個學期 他們有那個 上司風比賽 我們去當志工啊 就聽到很多同學 吹這一首啊 就不好意思 就給他 就做一下 有沒有 用上司風吹 用這個也可以吹啊 哈哈哈 這樣OK嗎 對啊 對啊 所以就看你要怎麼玩 雖然他有內建的音樂 可是我覺得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拼湊出來更好 欸其實有些同學他有 就是他對這個還蠻有興趣的喔 他就很認真去把那個樂譜弄出來 那最近呢 我有多用一個 你有沒有聽過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上過我課很多次 這個他們已經過了 這個我看一下 喔 點心號 你有沒有聽過 哈哈哈哈 因為我重複兩次嘛 喔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應用真的可以蠻多的啦 那我們順便讓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重複 因為電腦裡面 如果你 這個 重複兩次 你要做兩次嗎 不用啊 我們可以給他寫程式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這邊 我們剛剛寫的 在這裡 如果你這個 我就跟他一樣 抖擺咪咪咪咪咪咪咪 好 那這個的話呢 我想要他重複兩次 你可以來 基本功能這裡 因為這個是程式基本的 有沒有一個叫回軒 這樣的 有沒有看到重複幾次 幾家 你就可以直接告訴他 欸 我這個要重複幾次喔 你幫我做一下 這樣子 但是這裡 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 因為電腦 重複兩次 十次 有沒有很快 很快的話 請問 這個音樂 來得及播完嗎 來不及啊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 欸 我就直接把它 重複了十次 你大概只會聽到一次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做完了 所以說 我們這邊 會搭配一個東西 你看我寫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後面有加一個東西 叫做等待 這個等待 不是等著 是等你 等你的 很多聽完 把這一首 曲子 聽完 所以我 稍微試一下 我大概播完 前面的這些 音符 大概需要六秒鐘 左右的時間 一邊 對對對 沒有沒有 每一首看你的長短 對對對 對對對 就像這個四次來講的話 我大概就是六秒鐘 所以我就等他六秒鐘 做完這一次 我再重複一次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好 所以那個等待在哪裡呢 在這邊 在 進階功能裡面 進階功能 有一個叫等待 有沒有 你就可以從這邊 拿出來 我從這裡 比如說我覺得 這個 等待要放在外面 放在這個播放碗的外面 你不能放在裡面 不一樣 要放在聲音播放的外面 好 比如說這個 我大概需要 四秒鐘播完 所以 抖了一秒鐘 那我就給他四秒 所以我這邊 重複兩次 好 很累一下 沒有 有沒有第二次出來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 好 所以這個等待 您要自己再 記得要加進來 好 這樣您在用這個 風靈器的時候 就會比較OK 這樣老師有沒有意願 跟我一樣 純手工的 糟糕糟糕 我就知道 你們都這樣 所以我幫你準備好 那個資源在這裡 你看我們五十三夜那裡 像這裡有什麼 人人鋼琴網啊 這個它上面樂補 就還蠻多的 老師就可以自己挑一挑 像 在這邊 這裡有 因為我是學口琴嘛 所以我們都是用剪補 吉他也是剪補 然後那個鼓聲也是剪補 剛好這三個我都沒有學過 都玩過啦 不能說 表演的三項 那個該忘了 我只會剩下兩項而已 因為那個彈鼓聲 要戴指甲 你看像這個龍貓有沒有 對 對不對 你就找到你的主旋律就好啦 不一定要全首歌啦 就像這樣子 那下面這個小幸運 大家也常聽嘛 所以 你就可以找到你比較熟悉的樂符 就慢慢的 把主旋律那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提進去就好啦 真的真的 可以玩啦 然後 然後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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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東西 倒是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相信大家都有 使用過悠遊卡 有搭過捷運對不對 欸 那個聲音也有玄機喔 真的真的 有一個YouTuber叫做好和弦 欸 這種樂理類的 YouTuber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都唱歌比較多 哈哈哈 你可以聽看看喔 這裡 點到他 瞭解一下 所以這要有各自問題嗎 你要告訴他錢不夠喔 這樣不能出戰跟進戰知道嗎 欸很好玩吧 生活裡面 你觀眾聽的 就可以聽到很多資訊啊 對不對 不是只能用看的 只是因為大家都習慣用看的 覺得感覺起來 沒有用看的就好像看不到資訊 事實上有很多資訊都在 欸 好 OK 好所以讓大家再玩一下 那沒關係啦 如果說大家不想要動手做的 你可以動手玩 我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簡報50頁 模擬器的版本 簡報50頁 對 有沒有 我有一個模擬器的版本 50頁的第二個 打開 你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彈鋼琴 因為WebDuner也可以去偵測按鍵 按鍵 那我在這邊你看 我用的 這個 我現在用模擬器的沒關係 你看一下 這裡 有沒有 ASDFGH 各位老師你可以低頭看一下 ASDFGH 有沒有剛好是一列 對啊 所以DFGH 所以我們就Play一下囉 你先按看看 對不對 這樣有了對不對 所以 你們家的兒童玩具 是不是可以拿來玩啊 哈哈 這跟那個概念一樣 你不要 像我剛剛那樣 就急性的彈 隨便彈 也可以啊 OK 那我們早上就先上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